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养子成熟了不少,穿黑白拼接里裙有大女人气质,小巧脸形挺加分 在琳琅满目的衣品当中,淡定温和而又柔雅浪漫的裙装 可能每一个女人都无法逃脱掉其诱惑 成为很多女子们无法割舍的情怀 打造出美丽的穿搭属性,体贴而又显得很乖巧随性 不管是女人或是大女人们,都可以使用裙装来打造出最美的自己 精细优雅,粗广细腻,裙装都可自由变化,潇洒自如的长度 或是优雅轻盈的材质,都是一种妥妥的毫无违和感的单品 令越来越多的女子们喜欢,缔造出简单与高级 裙装的灵活多变,丰富着人们的衣品,层次感优雅饭都可以营造出来 华丽十足的造型,或是优雅简洁的随和,将雅致和时髦晋升 结合上一些时尚的色调,迷人的样式,将裙装的造型架构得更为的优美 杨子在穿裙子这个着装上面,其展现出来的经验气质也真的是令人无比的喜欢 高贵的简单的质朴的等等轮番上阵 借鉴这些各式风格的展现,同时也将造型打造得更加动人 而喜欢的女子们,可以来一起瞧瞧,有不有自己也喜欢的? 杨子裙装解析 杨子成熟了不少,穿黑白拼接里裙有大女人气质,小巧脸型挺加分 成熟的女子,裙装的选色一般都挺喜欢那些简单一点的基础色,像黑色白色这样的,看起来显得很有大女人气质 黑白色的色彩作为拼接设计点缀在裙身上面,将脸型衬托得十分的小巧 加入一点时尚靓丽的流苏边来进行点缀,所释放出来的调性与优雅气质,也是显得极为的出色,看着就很美很亮 每一种服饰都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裙子的优雅温柔,大家都见识过 在款式色彩以及面料上面,也是有着一些 像肤色暗沉的女子,穿上压抑肤色的荧光绿色,或更显暗沉的芭比粉,或是土褐色等等 这些颜色都需要避开,来防止色彩对自己肤色的压制感,转而去选择那些颜色清新一点的,将肤色的亮度提升 杨紫盈在脸型上,泡泡袖拼接裙没啥特别,但气质看着一点都不差 利用泡泡袖设计 黑与白的撞击,将时髦出挑的魅力很好演绎,搭配上精致手拿包,以及迷人的妆容,将气质营造的 如果是驾驭正式场景,裙摆还可第一点,运用上高跟鞋来将整个造型的时尚优雅调性给依依的点燃,看着就觉得很出色 裙装的样式挑选 简约大方款 裙装在款式上面,选择的余地很大,连身裙的简约,半身裙的多元,这些都可以成为大家选择的标准 而对于那些穿衣喜欢简单的人,一些设计很简单的样式,应该是并入其法眼,像裁剪简单的直身裙,或是很休闲的牛仔裙,T恤裙等等这些,都属于很简单的范畴 可以穿出一些不同的时髦调性,利用裙装的这些优势,来将与众不同的时尚潮饭都一一的展现,看着很出挑 而性感风格比较浓郁的裙装,裙装所能释放出来的温情会显得更多,稍微的一点透肤,或是一些时髦的开插留白,这些都可以成为性感元素 亦或是选择轻盈的半透面料,也一样的可以成为妖娆的代名词,将女子的浪漫温柔展示,而且也不会觉得低俗和魅俗,有着一种自然唯美的浪漫氛围 这也是很多淑女们喜欢性感样式裙装的由来之一,典雅浪漫又多情 印花的月洞将勃勃生机也很好的架构,不再觉得呆板和低沉,把活力与灵动优美都一并的撩动,看着很是优美,结合上配饰的加持,怎么都可穿出自己所想要的时尚调性 如果喜欢稍微出挑一点,那么就可以将轻微的陆夫感加持一下,这样来把自己所喜欢的性感妩媚打造,轻松地演绎出不一样的潮流风情,浪漫而又显的优雅大方,看着就觉得很是出挑 白色的清新与温柔静美,小女人的浪漫柔情都一一展现,而且搭配上腰带,跟鞋这些时尚的装饰,让整个造型变得更加富有女人味 看着也显得很贴合,将女子的妖娆魅力都一一地呈现,随性地打造出不一样的潮流韵味,在不一样的时尚展示当中,都会一直处在活力优雅当中 精致的V领连衣裙,既性感又可修饰出迷人的巴掌脸,而且时尚的感觉也很浓 融合近一些青纱,亮片以及刺绣的点缀,可以将精致出挑的迷人感很轻松地缔造出来 花色略微靓丽一些,就是美丽和时髦的加持,融入一些精美的设计款式,怎么看都是魅力十足 02国内一线顶流男星肖战2022年的新剧《期待开播》 肖战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庆帅哥,中国内地男歌手男演员出生于1991年 身材好五官精致英俊,是无数万千女人的男偶像 2022年的春晚又让肖战大火一把,他带着成熟男人味的演唱让无数歌迷朋友未知疯狂 他的一评一笑让人倾诚不已 他堪称无数少女心中最优质的偶像,让无数少女未知倾心 肖战2022年有几部《期待已久》的新剧也即将开播 《期待已久》的万千粉丝那可有的去追,回顾2021肖战演的《斗罗大陆的大火》也是大快影迷朋友人心 在2022开播的新剧更是让人期待不已 2022年肖战的余生,请多指教他将与国民偶像女神杨子搭档 希望他与杨子的完美的配合搭档,能够演出不一样的精彩心中偶像剧 还有2022即将上映的国产大型军旅题材电视剧《王牌部队》也将很快为大家带来开播 肖战与黄景于中楚西的领衔主演,也期待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还有一部《玉骨遥》也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古装大型偶像剧 该剧是由中国香港导演蒋家骏导演 蒋家骏导演代表作《射雕英雄传儿女英雄传神话》等 肖战、任敏领衔主演、韩栋、方亦伦、王楚然、王子齐等连妹一起出演的一部大型古装奇幻剧 也是一部大家期待已久的古装奇幻剧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